大家好我是Paul 週一到週五 英文一起讀 這一篇大概是我們所做過的粉色的文學裡面 我覺得最厲害的一篇了 這個人的寫作能力真的高到 我覺得即便我的母語是英文 即便我的母語是英文 我也不可能能寫出這樣子高度的東西 這個人的筆名叫做Wannabe Wordsmith 這個Wannabe就很值得說一下 它是個名詞Wannabe 它的意思是 它多半是有點自嘲自己 像我舉個例子好了 假設今天我買了一個 我買了一個什麼厲害的一個表好了 結果有另外一個表在市面上長得跟它有點像 根本就是想模仿它 可是模仿也不可能到位 價錢也沒有到它的高度 那我們就會說這個 剛剛講的模仿的這一款 這個是一個Wannabe 它這個Wannabe 當然就沒有原版的厲害 所以Wannabe就是一個名詞 就是一個想要跟人家一樣厲害的一種 一個宴品一個假貨 可是事實上它不是 跟真或是沒得比的 這叫做Wannabe 就是Wannabe 就是Wannabe寫成了一個 你也知道Going to be可以寫成Gonna 那Wannabe也可以寫成Wanna 所以Wannabe 大家聽懂了 那什麼是Wordsmith 你知道Smith的結尾就是 就是匠人的概念 工匠的匠 所以Blacksmith是鐵匠 Logsmith是鎖匠 鑄匠 鑄匠的可以叫金匠 Goldsmith 所以Smith這樣的概念 那什麼是Wordsmith 就是文字的那種匠 這樣子 文字匠 Anyway 所以它的筆名就已經很有趣了 那它這一篇的標題 我覺得更有趣 我相信這不是打錯字 你知道Mistake是Mistake 可是它打成了MISS 所以Mistakes是什麼東西呢 好 我們先把它讀完 然後我們再來 再來理解一下 嘗試去理解一下 寫好笑一點好 先把它讀完一次給你聽 因為我們這個幾段片都是很短的 他們說 experience 是全你的錯誤 記得 這一點 是尤其是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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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尤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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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一下下 Alright Here we go 第一句它說 They say experience experience is all your mistakes remembered 他們說 他們是誰 人們 所以人們說經驗這件事情 就是把你所有的錯 犯過的錯都給好好的記著 所以記住你犯過的錯也就叫做經驗 什麼錯呢 我認為他接下來講這個故事 他也認為是個 mistake 可是他 他也覺得這個 mistake 是有必要的 如果你 記得他最後一句話的話 他說的是 讓孩子讀大學 不是便宜的事情 所以你知道 今天這是一個 在替孩子付學費的人在賺錢 好就這樣子 Right 那他認為這是錯嗎 他認為這是錯 這是個 mistake 可能他還有道德的底線沒有過 那問題是他還是在做的 那總之第一句話 他說經驗這件事情 就是把你犯的錯好好記起來 It's little comfort as I become a reservoir 所以 It's little comfort 也就是說 呃 他並沒有說非常舒服 It's little comfort 像我們講說 如果a little是真的有一點 那 那little什麼就是沒有這樣子 OK 所以 I have little cash 就是我沒什麼現金 這個應該很容易理解 這國中的英文 所以 It's little comfort comfort as I become a reservoir 所以當我變成了一個這個reservoir 我們常常理解為是水庫 石門水庫這樣子水庫 所以他就是蓄水的地方 所以他變成了一個後面這些人的reservoir 就是讓他們來去 來去發洩精力或這類的東西 那你知道他事實上是在用身體賺錢 我們剛剛已經看到了 所以他變成了一個reservoir for 另外一個 所以一個又一個 這是另外一個 overworked businessman 所以 就是工作的很辛苦的一個做生意的人這樣子 或者是沒有滿足的老公 or unfulfilled husband 所以這是他的客群 continuum of shameful mistakes and let ravage me 所以 我不想講他這裡有文法的問題 就是沒有 因為他必須寫得很精簡 所以 我們不用去強調他每個句子是句子 像這裡就不是 所以總之對他來說 他這樣的工作 他的line of work 就是一種continuum 你可以看得出來這個字 從continuum這個字對不對 那continuum 我們他我剛找了一下字典大概叫做就是連續體這樣子 所以對他來說他成為這些男人的reservoir 那就是一個 一個一直連續下去的概念大概是 所以這是一個continuum of什麼東西呢 就是令人很羞愧的一些mistakes 所以他認為這些都是錯 那這些錯是他讓這些錯來去摧殘著他 所以這個continuum 是一些是連串的mistake these are mistakes that I let ravage me so she lets the mistakes ravage her 所以他容忍這些mistake 來去摧殘他 所以你從這裡可以讀起來 讀出來的意思就是 他似乎也沒有多喜愛這個工作 那他認為這些都是mistake 目前大概ok了 第二段 this one enjoys dishes bags 而這一次這個客人他享受的是dish這個詞 有時候我們會講叫dish out 你想說dish不是餐盤之類的意思嗎盤子嗎 菜餚也可以叫做一個一個dish 可是這裡不是 這裡dish out的意思就是給東西出去 給出去 像我們講說球賽NBA的就籃球 你這邊給了一球為了人家一個助攻 所以you dish out and assist 這是很ok的一個片語 所以他現在這個客人 他享受的是dish out dish out spanks是什麼 打 打屁股的那種打 就是spanks 所以這個客人喜歡打屁股 打他 所以他的屁股就tingle tingle就是那一種刺麻刺麻 叫tingle so my ass tingles 然後熱就會真的轉轉轉 所以heat swirls 所以總之就是痛到都熱了 然後還會感覺用那種在旋轉的感覺 那有一個很perverse的thrill perverse就是有變態的意思 ok好就跟一般不太一樣 就是perverse 所以有時候我們說你真的怎麼變態變態了 you are perverted 所以甚至就出力的翻譯成色狼 所以你這色狼要perverted這樣子 所以perverse是他的名詞 所以一個很形容詞 所以一個perverse的變態的一個thrill 那thrill這個字一般就理解為 是 呃 戰力戰鬥這樣子 ok 所以一件事是讓你爽到戰鬥的 你可以說這是一個thrilling experience 不過這個字已經現在的用法 有時候用在一個被動的語態裡面會說 所以說這個東西讓你很爽很開 所以如果今天我在演講 我開頭我說啊 我今天非常高興來這裡 我說I'm thrilled to be here you know to speak to you 所以I'm thrilled to be here 會翻譯成是我很開心在這邊 開心到我都戰鬥了 大家可能你這樣理解不是錯就是 那他在這邊被打屁股 他就覺得這是一個perverse thrill despite myself就是 不管我怎麼想總之他就是這樣子 所以despite就是無論怎麼樣怎麼樣 所以無論我怎麼去感受他 這是一個perverse thrill ass tingles heat swirls這樣子 然後下面就是他的沖斜的那個生殖器 所以engorge這個字就是沖斜的 那他的沖斜的生殖器呢 sowing sow是什麼 這裡並沒有打錯字 這個sow是鋸子 所以你可以想像他那個動作 彷彿是男生在鋸著他一樣 OK可以想像嗎 我不要講太清楚了 所以他的這個cock sowing 而又當他的手呢 手指頭as fingers gravitate to gravitate我們好像不知道什麼時候講過 應該是幾堂課以前 gravity是地心引力 所以gravity就是 就是往一個方向被吸過去 對 而這個人的手還gravitate到 來幹嘛呢 來去捏捏他的那個 額頭這樣子 OK那prime這個字 你可以說是已經準備好了的 或之類的 那pinch就是捏這樣子 OK so as fingers gravitate to pinch prime nipples 他幹嘛呢 他gasp 我每次都要表演一次 就是啊這樣子 這就是gasp so I gasp the orgasm unexpected yet rapturous 好 下面的那個一些評論 我就不帶了 因為很多人那個評論 他的頭貼是色色的照片 我怕會違反這個youtube的這個社群規範 所以我不能帶那些內容 可是我可以 因為我有看 所以我跟大家說一下 有其中一個回應的人說 unexpected這個字用的真是有趣 為什麼 因為你看你這樣一讀下來 就在你還沒 讀到那個punchline 就是他事實上在替 他的那個上大學的還是賺錢 對不對 在你讀到那一行之前 你前面看的可能就只是 就是你看到了做愛 以及他認為做愛是個錯 那你甚至不覺得 你還不知道他到底有沒有在收錢 或之類的對不對 那但總之這邊他 gasp 然後 orgasm就是高潮 沒有預料到 但是卻非常的狂喜 rapturous rapture這個字就狂喜 所以我還沒講完 為什麼下面的人說 unexpected這個字這麼有趣 因為他就從這個字裡面 秀到了一點端倪 你怎麼會用沒有預料到 來去修飾性高潮這件事情呢 所以他就知道 可能這個女生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 其實是根本沒有預料到會高潮的 所以從這裡他就已經預先猜了出來 他應該是在做生意 而不是在太開心心的去偷情或之類的 所以我覺得不錯 那的確作者也說 你真是觀察精闢 OK 所以你看寫作當一個讀者能讀出作者的意思 在還沒有到結論前就已經 秀出這個味道來就表示 嗯 知音這樣子 好 所以他gasped the orgasm unexpected yet rapturous 所以沒有預料到的性高潮 但是也卻讓他非常的狂喜 我rapture剛還沒講完 所以rapture這個字 的確他的翻譯成中文叫做狂喜 可是他也是基督教那個裡面的 一個概念叫被提 什麼叫被提啊 就是什麼耶穌基督會再來第二次 the second coming of Jesus Christ 那好像在他來之前 就要是你是個乖乖乖寶寶 你是個好基督徒的話 你會先被帶到天堂去 那剩下留在世界上的人就活該了 你們就有罪 沒被帶上去是你們自己的錯 所以很多基督徒相信 當被提要發生的時候 他們是會被提走的 所以他們會先被帶到耶穌那邊去 然後跟他一起坐在王座寶座上 然後看著下面的人suffer之類的 好 所以有這麼一個概念 在聖經裡面 他的英文就叫做rapture 你是基督徒的話 你應該知道這個悲題的概念 好 就這樣子了 來 所以raptuous 狂喜的 然後這是一個 a flooding cocoon that liquefies reality 所以 cocoon這個字是 簡 就是那個殘寶寶的那個簡 這樣子 這個檢還flooding flood是淹水 那 檢的那個形狀 你可以想像 我猜他這邊想講 表達應該是這個概念 沒錯 因為cocoon這個字還有包裹的概念 就把東西給包起來 包圍包裹住的概念 包裹什麼 兩個人做愛的時候 還能包裹什麼 對不對 那再加上一個flooding 這個 洪水 那你就知道他大概在講些什麼 好 所以這是一個flooding cocoon 那他能幹嘛呢 他把整個reality 就現實都給異化了 that liquefies reality 這用的字真是好 所以 這個orgasm unexpected 但是卻raptuous and it's a flooding cocoon that liquefies reality wow reminder however twisted that i am still desirable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提醒 那這個提醒 無論他有多麼扭曲 他都是一個很有趣的提醒 這提醒就是 我仍然是一個 會被人家渴望的東西 我是一個被人家渴望的人 I am desirable 好 所以這個人desire我 ok so 那這邊一個however 我們要講一下 因為這是我影片的小標題 這個however不是然而 我們一般理解however 就然而 例如說 我雖然說吃素 然而我 我雖然吃素 然而我吃奶跟蛋 所以吃素 可是我是奶蛋素 然而 so i stay away from meat however i do eat animal products some animal products such as dairy products and eggs ok 所以however 然而是我們比較習慣的用法 但是我這裡要補充一個就是 這裡的however twisted 完全不是然而的意思 這個however呢 我們要把它理解成 no matter how no matter how 其實不只however 像whatever也可以理解為 no matter what 就是無論什麼 不管什麼 還有像其他的就是wh開頭的字 whenever也可以變成no matter when whoever也可以理解為no matter who 這些都很好造句 我是說下面這底下的 像我晚上要吃宵夜 你想吃什麼我買給你 你買什麼我都吃 i'll eat whatever you buy right? so no matter what you buy i'll eat it 無論你買什麼我都吃 所以no matter what 就是whatever so whatever you buy i'll eat it no matter what you buy i'll eat it 聽懂齁 那 你跟我說想去旅行 我說好我陪你去 他說什麼時候可以去 你想去什麼時候都可以去 so we can live whenever you want we can live no matter when you want no matter when whatever whoever也是一樣 無論是誰不管是誰 所以你跟你的朋友說 你跟你的女朋友說 你跟你要出去玩沒關係啊 我不會我不是一個不大氣的人 so you can go out with whoever you want so you can go out with whoever you want no matter who you wanna go out with i'm ok so no matter who whoever you go out with i'm ok 用嘴巴講幾句造句 應該沒什麼問題 但是回到however 什麼是no matter how 怎麼翻譯成中文呢到底是 no matter how 麻煩就在這裡 因為how這個字 真的不好解釋 我們講how are you 問的是狀態對不對 how old are you 問的是狀態嗎 你可能說年紀也是這種狀態啊 那我再換一個 你多高 how tall are you 還是這種狀態嗎 你可能會說 how tall跟不 tall也是一種狀態啊 no 再換一個 你身上有多少錢 how much money do you have 還是狀態嗎 你可能還是會說是啊 那我再換一個好了 換來換去怎麼還是狀態 沒有啦 what i'm trying to get to is how如果你加一個形容詞的時候 他會變成這個形容詞的程度 程度 你真好啊 你多好啊 你竟然會幫我拖地之類的 how nice of you right to be mopping the floor for me how nice of you 多好啊這樣子 好的程度 right so how tall are you 你多高 你高的程度 所以how 所以再強調一次 我用中文寫一下 how可以問程度 也可以問狀態 狀態 反而是比較狹隘的問法 像剛剛說how are you how is your day right 你今天這一天的狀態怎麼樣 對不對 或者how is your mother 你媽媽好不好 所以你媽媽的狀態怎麼樣 所以可以問狀態 然後問程度 所以程度的時候就是那個形容詞 所以no matter how 後面是有可能加個形容詞 或者副詞 我應該 我講的太快了 副詞也不是不可能 ok 所以 這個副詞就會變成是 無論這個副詞或形容詞的狀態 的程度怎麼樣 ok 我們來照例句 可能會再更簡單一點點 我很喜歡我接下來要講的這個 這個有趣的白痴的例子 身為一個年輕人 如果你今天很年輕的話 你想出門就出門 你才不會管你媽想什麼 對不對 你就叛逆 所以你跟你媽的對話 可能就會是這樣 媽媽我今天晚上要出門 mom i'm going out tonight right 所以你就說 me i am going out tonight 那你覺得你媽會說什麼 好 你可能媽媽說 where where are you going 對不對 你要去哪 那你會說什麼 你的回答是什麼 你才不會告訴你媽呢 你就說out ok i'm going out tonight where are you going out 好 那你媽看到你如果叛逆 她說不過你 她可能就ok 她可能改變策略 好 你不說你要去哪裡 她下一個問題 who are you going out with 你跟誰出去 right who are you going out with 你要跟誰出去 那你的回答就是 friends 喔叛逆的孩子 完全不理媽媽 用單字回答問題 who are you going out with friends right 那你媽媽下一個問題一定是什麼 給你猜 如果你是媽媽的話 你應該猜得出來吧 下一個問題是什麼 when are you coming back 對不對 你什麼時候回家 so when are you coming back 那你的回答就是 i don't know probably late right 所以你可能就直接回答 i don't know 就這樣子而已 ok i don't know 那 你媽可能就使出殺手鐵了 什麼殺手鐵呢 什麼殺手鐵呢 無論你多晚回家 我都等門 喔 煩餒這樣子 然後三點打開門 媽媽還坐在那 壓力撐大 真的是 excuse me 所以你媽媽這句殺手鐵 無論你多晚回家 我都會幫你開門 無論多晚 要怎麼說 所以 no matter how late you come back ok I'll be waiting by the door ok 好啦 我這些對話聽起來其實也蠻白癡的 我才不相信真有媽會講這種話呢 說不定有 no matter how late you come back I'll be waiting by the door ok I'll greet you by the door 所以這裡 no matter how no matter how 能不能變成我們剛說的however 可以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改成 however late you come back 無論多晚 however late 這樣聽懂了嗎 還算順利吧 however late 所以回來這個文章 他說這是一個提醒 提醒什麼呢 無論這個提醒是有多麼的扭曲 但都提醒我一件事情就是我還是會被人家喜愛的 so a reminder however twisted no matter how twisted 所以這裡的however是no matter how 並不是然而 好希望這個解釋是容易理解的 快講完了 所以他離開這個hotel的時候 手上就拿著他的現金 i leave the hotel clutching his cash clutch就是拿在手上 啊 又賺到了一個錯誤 another mistake earned 所以他強調這是mistake 因為 或許 他犯的錯 因為他去 滿足了別人的男人或什麼這些的 所以他還是有道德底線 another lie to concoct 所以他又再必須說一個謊 這裡有留下其實是我們不知道的點 還有另外一個謊言要必須concoct 這concoct就有編織謊言的編織的概念 所以他又得再說一個謊 而到底是他得說謊 還是說不定是他的客人得說謊 我們這裡看不出來 而如果是他得說謊又為什麼要說謊 難道他其實是不是也是家裡面有另外一個人 而他今天出來賺錢是瞞著他的呢 我們並不知道 但這留下的一些 就讓你去慢慢的去思考吧 那最後一句 putting the kids through college isn't cheap 所以讓孩子讀大學讀到晚 真是不便宜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們知道他賺錢 其實也是為了讓孩子讀大學 是個偉大的母親 不管他的性別啦 說真的 OK 所以這篇就這樣子 我真的覺得是寫的 我所見過文字功力最高最高的 好沒有 我們前面 這個也不是第一次做這個粉色集團片 但我覺得這個人是最強的 我是我所看過的 那後來我還我還去看了一下 你知道 就你看到一個作者 他有這麼厲害的文字功力的時候 你會忍不住變成粉絲 所以我要去看了一下他的那個 那個作者本身的簡介 是個男的 無恥實寸 所以瞬間覺得 哇我還以為你是 女性才能寫出這麼 這麼這麼深刻的文字 我會覺得是女生的手比 結果不是 好像是個男生 不過誰知道呢 說不定 那也是假的也不一定 好 Anyway 好看到這裡可以了 我們大概也沒什麼好負起了 但However 這個部分是我們今天講的這個重點 希望對你也是有幫助的 那就這樣了 我們下週見 我們下週見